來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如果合併回單一欄的話 其實這邊可以用到一個敘述叫for each for each 意思說 如果你給for each 後面跟他講說 我要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的幫我搬出來 放到哪裏 放到某一個位置的話 那你用for each 最簡單 他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一個範圍一個一個幫你抓資料 那你只要把那個抓過來的資料 一個一個丟到你要想要放的位置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當然這裡的話 如果合併回單欄 其實你也可以用那個index或indress 只是說那公司也是非常隆差 倒不如用VBA來的簡單 ok 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一樣我們寫個sum 合併回一欄 ok enter 一下 然後接下來後面打一個敘述叫for each 這個地方for each 就是我要回圈 for each 後面加個變數 我取一個名稱叫sale 這個自己取個名稱 後面空一個叫in in的話在哪一個 告訴他哪一個範圍 range 我跟他講說 在那個d2 d2 到h9 這個範圍 enter 兩下 打一個ness 意思是說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的抓到sales 所以他會先抓哪一個 先抓人事部 放在sale 再抓入職時間這個日期 放在sale 意思就一直跑到這個為止 ok所以他等於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一個一個幫你把資料抓過來 那抓過來之後的話你要做什麼處理 那當然我就要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他是追欄嘛 所以我就打一個sales 瓜糊 哪一列 當然這邊的話 我們是從第二列開始 所以這邊可以打一個k 第k的哪一欄 第雖欄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加個sale 有沒有 特別是k 預設值等於 k等於多少 從這個第二列開始放 所以k等於2 然後記得 k等於2 然後後面記得要什麼 k等於k 加1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先放在這裡 下一個怎麼辦 再放在這裡 有沒有k加1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放 ok好 那這樣的話程式就寫完了 诶 試一下看看他會被一個抓過來 我們按F8好了 有沒有人事部換下一個 有沒有 下一個下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要一直往下 他等於是說 意思很簡單 所以這個for which 還蠻值得 把它稍微記一下 因為以後如果你遇到 它剛好是一個範圍的資料 你要把那個範圍資料 放到另外範圍去的話 另外一個位置去 你就for which 寫法就ok了 最後的話把它全部執行 全部搞定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用那個什麼 把那個範圍裡面的所有資料 一個一個抓過來 你可以配合for which 再配合k 所以你會發現 k真的太好用了 有沒有 k等於2就是從第二列開始 然後k等於k加1就是它的下一列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是單欄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完成 那這邊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我好像有把類似的這個程式碼 把它放在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8頁 不過這個範圍 因為我這個寫法 是沒有包含部門的寫法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多了一個部門 所以會變成那個範圍會不一樣 還有這個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說直接複製貼過來改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切一下 當然這些東西基本上 盡量就是活學活用 主要就是一般如果 用Excel函數 裡面內建函數 它沒辦法辦到的話 有時候真的用VBA來解決問題 反而甚至比用Excel內建的函數 還來的簡單 其實有時候反而簡單很多 只要你稍微熟悉一下 這是回圈的寫法 還有就是如何把資料賦予到前面 所以那個等號是把後面的資料 賦予到前面的儲存格 這樣的話它就按照你要的順序 把資料分別放在你要的位置上面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